心气衰难入眠 心事衰寡欲望 废气衰脱毛发 中医教你各个击破 中医有句老话叫 心气衰难入眠 心事衰寡欲望 废气衰脱毛发 为什么这样说呢 今天就一条视频来给大家讲明白 首先说 心气衰难入眠 中医讲 心 主 长神 心神是否安宁 直接影响到睡眠 现在呢 很多人会出现失眠的现象 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 都会出现这类问题 并且这类人呢 平时还会出现 心慌 心气气短乏力的现象 总感觉心理平静不下来 像这种情况呢 叫注意 养心气 安心省呢 第二个呢 是 经事衰寡欲望 中医上讲 肾主 长经 心能生血 血能养心 心 主 欲 当我们肾脏衰老的时候 肾中的精气就会一点一点的损耗 肾精不足 精就不能生血 血就不能养心 心血不足 心 主 欲的功能就会下降 就会出现 欲望减退 对什么事情呢 都不丧心 总是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像这种情况就要 滋胜 生精了 意气 养血 最后呢 是肺气衰脱毛发 中医上讲 肺主皮毛 皮毛包括我们的皮肤 汗血 蚝毛等组织 这些毛发组织呢 都需要通过肺 输固的精液来滋养 如果说肺气不足 精液就无法输固到体表 来滋润我们的毛发 就会导致身体的毛发变得干枯 发黄 易脱落 同时还有咳嗽 痰多 气短的情况 这时就要补肺义气 最后呢 提醒大家 中医用药呢 需要辨证 有不舒服的地方呢 及时就医 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 不可盲目地用药